打开图件,随时都能看到这个系列所有的款式哦 不管是装在口袋里,还是夹进书宝里,都超方便的哟 盲盒大改造 超大的盲盒,盒子千万不要丢哦 今天教你们把它改造成盲盒机编色 家里有盲盒的小凯,跟着我一起来改造啦 今天能藏于改造的,是南希的24节气盲盒 它的包装非常的清新可爱,所以也比较适合用来改造哦 咱们先来把盲盒全部拆出来 为了保证盒子的完整度,大家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 千万不能把盒子给撕坏了 叉叉的第一个是他们家的小男,头上还有一只小青蛙哦 第二个就让我出头隐藏不来啊 这个歇息扑扑的小姑娘叫夏智,太好看了吧 手里握着小茶叶的古女 这只大鼠的造型也太绝了吧 封面款的绿窗,手里还捧着一只小兔鸡呢 立下的头上还有两颗小琵琶哟 雨水的手里,拿着桂花和小伞哦 铺花雨季,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哦 几次的金哲,有没有很梦幻呢 春风时间,就是会出门放风筝咯 一个豆盘春风,一个硬盘春风 这不是小鼠宝宝吗 坐在椅子上啃着西瓜,好贴意呀 最后一个,我抽到了盲种 这一次没有抽到吹笛子的清明,真的有一些小可惜呀 但是抽到隐藏款下质和封面款绿窗,也算是相当细腻的啦 这12个节气,你们更喜欢哪个呢? 直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24节气的盒子给完全拆开 把盒子拆成像这样,然后平摊开 然后沿着边缘,咱们把封面给剪下来 其余的部分千万不要丢,等一下咱们还会用到哦 这个页面也要完整的把它剪下来哦 这样纪念测的封面和封底,咱们就准备好啦 然后拿出一块长方形的卡纸,把它对折 对折以后在上面剪出一个比封面稍微大一点的长方形 涂上浇水,把封面就粘上去 封底用同样的方法把它也粘上去 封面的封底都已经做好了,咱们赶紧开始做内容吧 每个盒盒里面呢,都有一张像这样子的身份卡片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能装这种身份卡片的小凹槽 刚才让大家保留不要丢掉的部分,现在就可以拿出来使用啊 咱们这个页面上的两块空白来做它的折折角 把这两块剪下来,然后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在上面剪出一个三角形,像这样一刀剪下去 它就变成两个小三角啦 在卡纸上的时候要注意,中间要留一点缝隙 这样才能把卡片插进去 拧好以后,咱们就可以把卡片给插进去哦 快看,我的是鲸鱼形状的哦 咱们可以把这个nancy和这一行字剪下来,当做装饰条哦 然后把这些装饰条放在你想放置的地方 用剩余的边角料剪出像这样子的长条形 把这些边角料像这样粘连在第二页 紧接着把二十四节系上的小图件全部剪下来 然后把剪下来的图件插进封框里 拧完以后,咱们的盲盒纪念册就完成了哦 里面的卡片可以随意的替换 打开图件,随时都能看到这个系列所有的款式哦 不管是装在口袋里,还是夹进书宝里 都超方便的哦 姐伙伴们,你们写废了吗? 只能去抽选两位小卡 把我们亲手做的盲盒纪念册送给你 啊 啊 感谢观看